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 《寻找BNO组家移民的故事》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刘山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晒冷气两个频道 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那就好了 看到BNO女儿 她们在自己的群组 TG WhatsApp Group TG 那些 经常都说不准放负 一有人放负 又私底下去说 其实她是否假扮黄 是否小粉红 还是Nancy 蓝丝 好 好 我们私下再建立她的底下 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原来是撑警的 原来是假扮的 又令到至好神经紧张 其实我觉得找来做什么 看到最新有一个BNO女儿 其实她又真是很黄的 我都看她的底势 也看到人站在底下 又说她真是心黄 但她竟然在群组里吵什么呢 垃圾政府不肯付钱去公共服务 搞到RMT又罢工了 没了火车 伦敦以外的地方 很多都去不了 然后放个Emoji 哭哭 她所说的垃圾政府 不是她们之前常骂什么的香港特区政府 而是英国政府 她们在说的RMT 即是她们所指的英国方面的铁路 那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在没有大半日前 计算英国时间 应该是十多个小时而已 终于出了一个最新的新闻 就说她们这个RMT的工会 正正式式公布 她们的工业行动的罢工日期 究竟是怎样 就说我将会在12月13日到14日 隔一天就16至17日 接着就由1月3日到4日 接着就6日到7日 即是分开好几次 48小时的罢工行动 对于她们准备要过圣诞 或者圣诞前都比较多工作 就变成了很难叫她搭车 因为一停就是48小时 都挺长的 你幻想一下港铁 如果忽然间在工作天的时候 一停说要停48小时 看看是否会爆发 我们记得吗 最近期飞车门事件 其实大概十几个小时 加上收工后再继续检查 到第二天的头班车 再一次继续走回 大家都看到很紧张 你想想一下 只是假日没了大半天的这一段线 已经骂到拆天 其实又不是什么 只是港铁基建的问题 但现在英国方面 近几个月围绕着 薪酬、工作条件、工作保障 还在说 其实不是钱这么简单 刚才提到的两点 可能他们对于自己 铁路工人方面 而且保障都觉得不够 即使你给钱我 之后有什么弹工手 我都是大件事 因此还没有结论之前 所以他们不得不 都要继续搞这些工业行动 他们都说 最新的罢工行动 已经发出了很明确的信息 即使工人方面 希望得到一个更好的待遇 现在这件事 去到正式有罢工的时间 牵起他们那群人就在那里吵 竟然有人说了一番说话 令整个group 简直是震惊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这样算港铁的服务相对好很多 理论上来说 香港的港铁 就不会罢工 人工方面也没有问题 也不会欠他钱 再加上待遇也不是差 所以是没可能 除非有什么人事上的东西 都很敏 要搞到像英国那样大事 48小时48小时 分开四次去搞 香港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 我都想不到什么理由 你说是要罢工 记住 不是因为基建问题 如果基建去到这样的问题 我想都很大事了 而且他们都会觉得 就算他们不罢工的话 突然间都会觉得 不知道缝点哪条根 就说英国伦敦的火车已经很贵了 他们的态度就会觉得 已经收到这么贵了 为什么会觉得 好像还给不够钱 这帮人就做人工的呢 为什么都不可以加薪给他们呢 记住这帮人又是那种大香港主意 虽然他们找到最低工资 大概是接近一百元港币 九十几元港币 你找到最低工资的话 其实相对地这些物价 就一定不是便宜的了 比起香港的最低工资 都接近有好几倍的空间 因此你看到车票贵过香港好几倍 其实也是理论上是合理的 如果不是的话 又怎么会叫做英国的最低工资呢 如果他们又用港铁的价钱来看 在英国的车票 那你当然觉得很贵 是不是傻的 即使他们某些情况下 也脱不开用香港的物价 去量到英国那里 所以就觉得很贵 其实他们挺惨的 如果大家知道 或者有去过英国 或者了解到英国 他们在伦敦就分送1234那些 再上了 送1的意思 第一区就是大笨宗 西敏子最旺最核心的核心的地段 就是送1 他们都说 不入送1也算便宜一点 送3到2都可以叫接受的 还说送1上班就已经叫做贵了 即在那边搭车 住送1租也很贵 究竟人工会不会多很多呢 那又未必 都是那句了 如果羊毛出自羊身上 那又怎会让你全好 怎会那么幸福 你不要痴痴地 现在对于英国那方面 政府怎样处理这些罢工问题 甚至乎他们的 这个铁路公司的成员 还有14家火车公司 他们是刚刚那个礼拜 投票就赞成要加劲罢工行动 那其实英国的政府 他们能不能够干预到这些火车公司 其实很难的 大家刚才都听到我说了 他们其实只是计火车公司 都有另外14家的 那这些公司老板 那他们不加了不加了 所以为什么他们说港铁会好一点呢 起码香港的港铁都和政府有关 因此人工方面 还有薪酬方面 还有机制方面 都不会像英国那样的 预计有4万个RMT的成员都会参加 那现在有些乘客很搞笑 他说圣诞前夕想要去到 伦敦那边出席一些表演 那说没办法了 喂 撞着呢 你说要罢工哦 因此这些表演活动 有机会在12月那里要取消 即使不单是影响一般的 叫做上班 下班那些打工仔 甚至乎这些舞台剧 戏剧那些 他们都说有影响 那你说那不就在伦敦住住等 那不就不会影响 你给我吗 刚才我也提到 伦敦那里都非常贵 住酒店还是怎么样 我最近有个朋友 在伦敦那边住过好几天酒店 都说哇 又贵又不抵 即质素很差很烂 例如给这么多钱 几千元 三四千元港元以上 是住一晚而已 他说连那些花灑水龙头的流水 跟着那些长脚又烂 跟着洗澡那里有职 也有不知所谓 是捱的 现在他们这些叫做铁路罢工那些 都出来向公众传达一个讯息 很抱歉 就带来你们不变 如果别人说到不变 那你们BNO Girl 是不是应该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呢 是不是呢 之前有些香港老师也移民那些 还说 哇 有没有搞错 现在这样叫做停工 罢工这些铁路 阻止人上班 那他说 这些人争取他们的人工 而罢工的话 我就有权骂你 如果香港大三霸那些 是争取民主自由 那么高尚的话 那就不要骂他 哦 这样都可以的 会有这样分的吗 高不高尚 现在BNO Girl 真是不方不易眼报了 因为影响了他们上班 还有那个工作 真的有些人我都见到 是要出入伦敦那方面 去处理一些工作 还是怎样的 如果现在去不到的话 那又是麻烦 要就着 记住是48小时 就是前后 两个工作天 那你要去到的话 那你就只是第三个工作天才行 最长就三个 少点就两个 一一个 那是不是很麻烦呢 那你现在又说 为什么英国那么多罢工 就是说他们的政府 是不是做得不好 其实他们的政府 做得不好 很久了 就是他们那些什么通胀问题 罢工问题 之前没有那么多 如果不影响到你 你就不出声 那现在就在骂人 干什么罢那么多工 搞到他们自己就没那么工 就是做事那方面又做不到 其实呢 香港那时候也是的 就是你们搞到要什么大三霸 周围倒露 又说要顶住哪里 守住什么理大 守住中大 这样就会有民主自由的了 那如果这样计 其实呢 英国 退一万步来计 即使已经经历了 他们所说的抗争 打祸劲 争取民主自由 那如果英国 已经是你们实现了民主自由 一人一票 有自由空气的理想国 那为什么这个理想国里面 原来还有因为工资方面要去罢工 对吗 这个问题很有哲学性的 即使那时候你们说 香港如果有立即的双普选 那就有民主自由 有民主自由呢 那我们就一天光晒了 生活得又好 有屋住 又不会这么穷 上班又开心 各样都天下太平 那如果你们因为香港 争取不到民主自由 而觉得英国是有民主自由的 那你们现在过去 那何解 你们又说那里 政府做得不好 你们这些是反政府的情绪 反政府的行为 你们竟然是咒骂他 都不理那么多了 明知不可以放负 都要在群组里面 大骂英国政府做得不好 搞得民不聊生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到处罢工 其实你说大学那些搞职员罢工 你都可以不理他 因为可能你小孩都没读到大学 那你说医护人员 尤其是护士方面又说要罢工 好就当你退一万步了 你不用去医院 你不需要医疗服务 所以护士罢工 你都可以当看不到 当一些切身的问题影响到你 你这些罢工的时候 你们就懂得呱呱吵 其实跟当时大三霸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说了 追求民主不是大什么 你又骂人是什么 物丝物丝 又说这样那样 到现在 你们自己就试一下 要尊重他们 你应该要尊重他们 是不是 他们觉得自己不平等 工作里除了钱之外 很多条件令到他们很辛苦 有些人都说 由于生活成本的压力 大家都叫做要削减开支 复活节是酒店的淡季 反而去到圣诞节是一个旺季 如果你们前前后后在罢工 究竟我怎么算好 有些人都说 我都同情这些罢工 希望他们把东西摆上面谈 不要用罢工来搞到大家都有问题 工会都说 因为工资应该要反映到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才行 是不是 不过 运输部 英国政府方面 他们的发言人 批评他们这些罢工 你这些罢工行动 会危及整个行业的未来 你带我 那要不要搞几次 是不是 又敦促这些工会领袖 和这些雇主要合作一下 达成一些 能够对于乘客 纳税人 甚至乎工人都公平的协议 这些呢 为什么被人说是废的政府 会说这些出来的 没意思的 谈得连的就不会罢工了 傻仔 是吧 真是傻 这些罢工行动 也会令到铁路公司会有损失 其实较早前的罢工 到今时今日来计 已经累他们不见了50亿的英镑 那即时和你赌一谱 你说我罢工令到你有损失 你有损失的话 你本身已经赚不到钱 再有损失的 那你就百常加根 我知道 你跟着是会给不到我 你这样跟我亏了些钱 我没有钱给你的 是啊 你再这样搞下去 那就一拍两散 你间公司都倒闭了 我看你大事些 还是我大事些 最多我找他第二份工 还有工厂 看看你如何 所以这一场的拉脚战 仍然会继续持续 看到这些位置都可谓相当好笑 好 今次说到这里 这班人看看他们又如何去处理 多谢大家 拜拜